助力陶宛台灣代表處正式設立 台立實質交流合作 開啟新頁 陳求首支F16V作戰隊在台灣成立 總統蔡英文 陳越冰車教越 AIT處長也到場 中共官媒發表所謂彭帥的信 宣稱一切安好 對此WTA表示 這只會讓人更擔憂 歐洲疫情飆升 各國嚴格封鎖措施引發反彈 對此WHO專家認為 將引發公民自由問題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 先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